Hello 大家好 首先公祝大家新年快樂 希望大家2016年開開心心 事事如意 最緊要開心 去年去年最愛的產品 我改了一些方法 去年我花了很多時間 每一個類型的品牌告訴大家 我有什麼大愛 我覺得很長和很適合 因為大家整個一月都還在看上年最愛 不是我願意 所以今年我精簡 我在過往的12個月抽大愛之中的大愛出來 所以就結成兩個影片 今個影片會是化妝為主 下一個影片會是皮膚和其他最愛 大家兩個影片就看完了 不用看到什麼時候才結束 如果你有追蹤我的話 每一個月我都有最愛 所以在那裏我已經講完為什麼它們是我的最愛 所以這個影片我就不長期 我會展示產品給大家看 以及重複重點給大家聽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看下去吧 為什麼這堆產品會成為2015年大愛之中的大愛 原因很簡單 因為是我用得最多的產品 所以所以它們成為2015年大愛之中的大愛 第一件事就是這個 By Terry Hyaluronic Hydra Primer 這個就是一個makeup base 主要的功效是保濕 以及令皮膚細緻一點 我自己覺得保濕得來不太厚的感覺 亦容易吸收的 亦都令之後上妝比較貼服一點 以及比較長長一點 我自己都喜歡 另外一個就是Foundation Foundation因為那支我用完就不能展示給大家看 但我記下了名字 就是Laura Mercier的Smooth Finish Flawless 就是Color Buff 其實之前在一個密密清的影片都已經展示給大家看 因為用完的 其實我喜歡這個Foundation 就是因為我覺得它很像你的第二層皮膚 但有一個優勢的遮瑕 看下去不假 而且令你的樣子深屋精神了 膚色均勻了很多 亦都看起來像你的皮膚 但變得更好 所以那個也是用完了 第三樣東西就是BB霜 大家都知道我對BB、CC、DDEE霜 其實都沒有特別太大感覺 但自從在泰國買了Tarte的BB霜之後 雖然它說是BB Tinted Treatment 是一個Primer 但我覺得就這樣當它是Foundation 都很舊 因為如果是平日的日子 我未必要滿滿遮瑕 所以我用這個已經是一個很自然 My Skin But Better那種感覺 而且它的遮瑕 都是一個 medium遮瑕 你可以建立 某些位置如果要多些遮瑕 你絕對可以建立 我覺得它沒有BB霜 那種經典那種厚的感覺 它也是很像一個粉底 所以我喜歡它的質感 它還有SPF 30 我覺得夠方便 Consealer來說 其實2015年不是玩了太多 因為是我後期才開始喜歡研究 所以2015年暫時就有這兩個最愛 也是用得最多的 第一個是Urban Decay Naked Skin Weightless Complete Coverage Concealer 第二個是便宜版 Visee的CC Concealer 這兩個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如果遮瑕度來說 遮瑕度來說 其實是中等至中高 看看你塗多少和怎樣遮瑕 其實是遮瑕得到的 但是不是完美呢 兩支都不是完美 都會有一點點眼圈 但兩支都可以明顯你的眼袋 所以我自己都覺得 如果是一個自然的看法 其實絕對是OK的 但如果你去拍照、派對 你要完全看不到眼圈的話 那就要再高遮瑕一點 就要厚一點 但這兩個本身出來的質感 都會稀深一點 容易Blend 不會起紋、不會乾 還有我覺得遮瑕到我的眼圈大概八成 也有Bright Up的效果 所以我也很喜歡這兩支 到Press Powder和Loose Powder定妝 這個類型 其實我夏天和冬天用的產品 會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我夏天T鬆位會出油 所以我要Powder都可以控油 我會用Sexy Mama 夏天的時候 大家都見過我用過很多盒 這盒是新的 等著春天和夏天使用 這一個是透明粉餅 用掃上T鬆位 跟著剩下那些才上臉的位置 這個粉是滑得來 可以很高、紅油效果 所以我自己有油的日子 多數都會用它 然後冬天就沒什麼油 冬天反而我想看起來皮膚 是細緻一點 和沒那麼乾 所以我就找到它 是Biteri Hyaluronic Hydra Powder 我覺得這個粉很好 因為它夠幼身 令皮膚看起來很細緻 而且它不太乾 所以我自己也覺得適合乾的皮膚 另外還有一個粉餅 我是2015年超級Obsessed 買多了三顆 所以我有三顆存貨 就是Chanel Limited Edition 環間的Bronzer 對,這個沒有閃粉 大家看我用了多少 就知道我有多了 其實這個粉我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 話說如果我在街上買粉底 通常都是白了 除了Counter Brand之外 如果我去drugstore買粉底 我通常都是白了 因為它不會入得太深色 所以這個粉對我來說 是非常非常有用 就是我如果覺得我自己的粉底白了 我就馬上用這個來全面塗 就會調整我自己的膚色和頸部差不多 所以這粉我用了這麼多 其實那些鬼妹是用來做Bronzer的 但是因為我Tang Skin 我有時都會用它來全面用 當一個定妝 當然它是沒有控油 我都會用Cessimamase 有時打底 如果夏天 然後才用它上頭去調整顏 這個粉我多數用來調整我的面色 接著去到修容 修容我都是離不開這個 The Balm Bahama Mama 我都起了Pan 你可想而知我用得多少 這個我喜歡它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跟其他修容的顏色有少少不同 這個是帶Cool Tone 帶Cool Tone是什麼意思呢 你畫在這兩個位置 其實你是想瘦臉 你修容 那你就想瘦細一點點 那不是整容 就是不會畫很大 但你起碼輪廓會深一點點的 這個帶Cool Tone 它就很能夠創造一個影子 所以你直接看下去 你會覺得這裏很像Lip座 但其他修容 多數是帶Warm Tone Warm Tone 有時如果你的位置不適合 或者你的膚色不適合 出來的效果就好像 你突然間有兩塊啡色的東西 但又沒有影子 就不太效果 所以我修容來說 最多都是用Bahama Mama 眉的部分 其實我不是要求很高 因為我本身的眉毛也很多 我自從遇上它之後 就沒有換過 所以2015年 都是用它最多 就是Makeup Revolution Focus and Fix Eyebrow Shaping Kit 它的唇膏是這樣的 我怕掉下 你看到我這個顏色是Hit Pan 因為這個顏色跟頭髮的顏色差不多 你看到我現在都用了 其實我每天都用 所以你看到出來的效果都是很自然 不會太深色又不會太淺色 我是超級喜歡這個顏色 我覺得這兩個顏色可以厭淺頭髮的時候 再用都沒問題 這個是眉膠 它有眉鉗和眉掃 我自己覺得這個很值得 而且這個很上色 而且不會掉下 所以這就是好 到眼妝那部份 之前都跟大家分享過 我用粉狀的眼影 我都會先用Eye Shadow Primer 因為可以黏住眼影 令眼影的顏色更加出色和持久 我自己2015年就常用這個 就是The Balm Put A Lid On It 它是一個比較濕的質感 但我喜歡它濕一點是為什麼呢 它乾了之後可以黏住眼影 但眼影都很容易適合得開 我自己比較喜歡這個功能 因為我用過其他 就是它黏住眼影之後 眼影都適合不到 好像有條邊就沒那麼好看 所以我喜歡乾了之後還可以適合得到 這個原因是大愛 然後呢 眼影 先說了Palette 其實夏天和冬天都有點不同 喜歡的顏色 夏天我通常用 Makeup Revolution Iconic 1和Iconic 3 Depends了 如果很想很啡的日子 我就會用Iconic 1 但如果很想很自然的日子 我就會用Iconic 3 因為Iconic 1是比較啡的 而Iconic 3是比較玫瑰金的 所以如果很想很自然的 我就會用這個 如果很想啡的 大地色一點 我就會用Iconic 1 到了冬天 當然是有變化 冬天我多用 Urban Decay Smoky Naked Smoky 這個也多酷 是比較灰色的 我發現原來我沒有灰色的眼影 我之前都被撿走了 所以我只剩下這盒 我自己 冬天來說 我自己不知為何會比較喜歡 Crew Tone 譬如我很多用這個灰色 很多用這個on top 這個顏色和這個紫色 我都很常用 所以春夏天有點不同 和秋冬天 另外這顆不可以不說 Charlotte Tilbury的Mouse Eyeshadow 這個我都很喜歡 就是我不想用腦子的時候 我就會把這個整個擦到眼蓋上 再多一點在眼尾上加深 已經是一個很自然的D look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方便 眼線筆 眼線筆有兩個大選擇 我自己用得最多 今年 2015年 用得最多都是Laura Mercier Longwear Cream Eye Pencil 我之前說過 我其實不太喜歡它是刨的 不過它真的很長 而且它很快乾 所以單眼皮斬的時候 不會條線斬上去 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我不想麻煩刨的時候 或者我出旅程 我就會用The Balm Mr. Right 因為這個就是扭的 長的情況 跟Laura Mercier差不多 都是很快乾很易滑 也是單眼皮不會斬上去 而且我的同事用 它是比較油眼的 都沒有脫得很厲害 所以覺得很好 而且這個呢 我最近用啡色眼線比較多 因為沒有那麼空間 下眼線我多數用 Mr. Right的Jack 就是一個Bronzy Color 我今天都用在下眼線那裡 大家看到其實是加深的眼線 但不會太兇 胭脂呢 我想爆頭之後 我發現今年我用得最多 都是Chanel這個 買完之後用得最多 就是我經常都說的 280 Golden Sun 但沒得買了 因為它是限定版 我希望它遲些出版 但是是這樣的眼色 其實看上去一點都不好看 對 看上去一點都不好看 一點都覺得它不美 但是呢 用上臉上 我今天都用了 用上臉上 覺得它出奇地自然 帶個光感 因為有時候我眼睛會比較深色 而且嘴巴會比較深色 所以我胭脂是不需要太深色 或者太鮮色 不然就會令我像小丑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完美了 就是它有一點色 它有那個自然 有那個光感 看上去都好像很健康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日常比較好的選擇 我買完之後不斷用它 所以你知道我有多愛它 然後去到光影 光影最喜歡 今年都是 2015年 最喜歡 MAKE UP REVOLUTION I HEART MAKE UP GOLDEN GODDESS 我喜歡金色那個 因為它其實有另外兩個 另外兩個是一個帶粉紅色 一個帶銀色 我自己就覺得我是健康膚色 最適合都是金色 這個用一點 在這個位置那裡超美 尤其是夏天真的很爽 而且太陽射下來那一刻 是感覺上很健康 很美 有一點點閃 所以變了很Obsess 然後去到嘴的部分 嘴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我很多 LIP STICK 選來選去 選完一輪之後 我就跟自己說 不要看顏色 不要看牌子 看看什麼 我是2015年用得最多的 發現 這個我夏天用得最多 YSL的LIPTINE OIL NO.05 我之前說過 05和06 我也有 但我最喜歡05 因為那個出來的效果 比較鮮色 06那個比較紫 這個比較桃紅 我自己比較喜歡 我覺得它不乾 它是OIL 然後一會兒 它就乾淨了 好像一個LIP STAY 所以它都是很長 另外去到LIP STICK 那部份 我不可以說我現在 我不可以不說我現在嘴的顏色 我想大家都聽到很厭 MAKE UP REVOLUTION Amazing Lipstick 的REBEL WITH COUS 我這個冬天用很多 是很多 因為我覺得這個顏色很美 很美得你不誇 因為有些太紅太黑 你不是整天都用得到 但這個顏色 我覺得我日常都不斷地用 夏天 都是MAKE UP REVOLUTION 用得最多 就是它們的PRO LIP STICK 比較貴 這隻是18元 這隻是45元 因為這隻比較滋潤 所以它更滋潤 所以它更貴 這個LOOKING AHEAD 是一個 帶一點點 Fair Tone NUDE LIP STICK 我很喜歡這個顏色 因為夏天 塗了 我覺得自然得利 我不會覺得很生病 另外如果喜歡鮮色 就會是WE WERE LOVERS 你知道我都對鮮色的嘴 有些癖好 所以夏天如果想高鮮色 我通常會用這支 然後到MAKE UP FIXING SPRAY 最後的項目就是定妝 令粉感減低 我自己夏天用得最多 就是MAKE UP REVOLUTION OIL CONTROL FIXING SPRAY 這個不乾 我覺得它有點紅油的功能 而且令粉感減低了 所以有時候 塗粉的時候 塗了重手 我都會噴一噴這個 然後到Nails 指甲 大家現在看到我做了GEL 我會說一下為什麼 但是2015年我用過這麼多指甲油 大愛會是 Stallie Hansen Miracle Gel 是這一款 是這個Top Coat Miracle Gel 不是3D那個 是正常的 3D那個是很厚的 這個反而是剛剛好正常的 Sally Hansen Miracle Gel 其實我這個 就隨便選一些顏色 給大家看 它的樣子是怎樣 這個 我自己覺得 它是做到少少GEL夾的效果 當然沒有GEL夾那麼持久 但是它都close的 如果指甲油來說 我覺得它也算是持久的 又不用照得不用性的 你塗了這個之後 然後塗這個 就算是持久了兩個星期 我自己就持久了 但它通常是十天左右 我自己都覺得OK 但是我自己本身 為什麼大家看到我做了GEL 就是因為 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經常對手要做事 要拆貨 要做一些很特別的事 所以這手部活動 很需要一些指甲 會不甩 因為我2015年後半期 是發現什麼 無論我塗什麼指甲油都好 睡醒要拍片那天 大時大節又沒有這樣一發 然後我受不了 所以我就回去做GEL夾 但如果你問我2015年 我就覺得Sally Henson 是我的大愛 Miracle Gel 最後一個Category 就是Make-up Tools 其實我沒有太多東西要說 因為我用來用去都是那些 反而這顆是2015年的Addition 我自己就用這個Beauty Blender 2015年 我都用得很多 我用這個 你記得吧 Beauty Blender 是一定要濕了水才用的 要不然是沒有效果 會吸光你的粉底 我用這個 多數是blend一些很厚的concealer 這個剛剛用完了 所以我已經髒了 或是一些比較稠的粉底 我會用這個 我覺得它是blend得薄一點 和是blend得深入一點 如果你說我日常的粉底 眼影等等用什麼 就根據我在家裡還是出去旅行 如果在家裡的話 我也是用Sigma的Essential Set 因為它有我需要的東西 有12枝數的 我不逐之說了 總之是粉底 粉底 胭脂contour 眼影 眼線 全部都有 而我自己在家裡 就喜歡拿一些長身一點的 因為我手大 所以拿一些太短的 我就不太順手 所以我喜歡它是full size 但如果你說去旅行 我沒有理由戴這麼大 我會戴這個 這個都用得很多 就是Sigma的Travel Kit 就是Mr.Bunny 這7枝是最常用的7枝 所以一般人 就算是初學化妝 都包含你的需要 因為有粉底 差點不知道說什麼 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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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枝眼影掃 還有一枝眼影掃 還有一枝眼影掃 F80都是我最常用粉底的掃 這個就不包在這個KIT 不過我通常都會把它扔進去 我去旅行的時候就有我的需要了 很快就分享完畢 希望這個影片不會過長 也希望大家喜歡看這個影片 我們下個影片會講Skin Cat 和其他最愛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留意 我們下次見 拜拜